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美国一对恶魔学家如何向法庭证明杀人男子是因为恶魔缠身才下手 今天为大家点评惊悚片招魂3 The Conjuring 3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以下电影画面由Warner Brothers Pictures提供 康涅狄格州一名11岁男孩因为被恶魔缠身而需要神父驱魔 驱魔现场有他家人和姐姐的男友Arnie 因为看到男孩的痛楚Arnie要恶魔放过男孩而转而上他的身 恶魔服从一切也平静下来 但是潜伏在Arnie体内的恶魔在不久后促使Arnie杀死他的房东 Arnie坚持自己没有杀人 面对谋杀审讯过程中请来Warren夫妇 Ed和Lorraine从超自然角度研究这起杀人事件 Warren夫妇从研究小男孩家庭的住所开始 发现原来这家人被诅咒 而招来恶魔的其实是一个邪教信徒 Warren夫妇也决定以恶魔缠身为理由 帮杀人的Arnie洗脱罪名 但是他们在明 邪教徒在暗 也逐渐地陷入更大的危机中 电影中的故事是1981年轰动美国的一起真实的凶杀案 也是根据恶魔学家Warren夫妻档的经历拍摄 2013年华语导演温子仁开始拍摄 The Conjuring招魂系列电影 就是根据将他们处理过的一些真实案例 翻上大荧幕 第三集导演棒子交给新人Michael Chavez 感觉没有温子仁导演前两集的紧凑和动人 反而加强了侦探式的破案过程 在营造恐怖气氛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驱魔镜头感觉还要在著名电影驱魔人的情景来的震撼 而故事中杀人前的一场灯光和音响的卓越运用 更加让观众置身于凶手眼中 这是戏中最突出的一幕 要是整部电影都有这类镜头 这将会是一部佳作 可是正如之前和Warren夫妇有关的电影 一旦有两位演员Patrick Wilson和Vera Famiga出现 在危险中仍旧体现出他们的恩爱 也就不会错到哪里去 毕竟他们已经成为这系列电影的轴心人物 《招魂3》《The Conjuring》《The Devil Make Me Do It》 惊悚温馨镜头艰巨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值的强力推荐 电影目前在湾区各地戏院上映 也在串流平台HBO Max同步推出 《The Devil Make Me Do It》 《The Devil Make Me Do It》 《The Devil Make Me Do It》